好久没来小溪边抓螃蟹了,今天来瞧一瞧。 这里有只小龙虾。 咱们跟着小溪边继续寻找,又发现一只好大的螃蟹。 徒手抓螃蟹特别容易加到手,于是灵机一动准备要盆子做个捕蟹陷阱。 先用石头把盆子压住,防止涨水冲丢了。 这样子抓螃蟹再也不用担心螃蟹夹到手。 蚊子已经压好,再去找点食物诱饵。 这里发现好多好多浮寿螺。 龙虾螃蟹特别喜欢吃。 再把刚刚捡来的浮寿螺放到陷阱里面去。 树枝上面也挂好了食物,再插到陷阱中间。 制作这个陷阱忙活了半天,可以给个双鸡吗? 晚上螃蟹闻到食物的腥味就会爬到盆子里面吃。 带去捞点浮瓶放在盆子里面,给螃蟹小龙虾制造安全感, 人食物的螃蟹就乖乖地躲在浮瓶下面。 陷阱制作完成了,明天咱们再来看收获。